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推背图 看看推背图第39项 它又给我们什么样 答案是呢 这一项暗指日本侵华和中国的八年抗战 第39项 人银 镇下垫上 一 衬约 鸟无足 山有月 续出声 人都哭 送约 十二月中气不和 南山有却北山罗 一朝听的金鸡叫 大海神神日已过 这一项对应的历史时是1931年至1945年 日本侵华 图中的太阳 象征日本 鸟在山上 是个岛字 指岛国日本 趁中所言鸟无足 山有月 这是个岛字 续出声 人都哭 指日本侵华 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 宋中十二月中气不和 十二月中 指六月 1937年7月7日也 七七事变爆发 7月8日 农历六月初一 日本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抢 南山有却北山罗 指清华战争期间日本扶持的两个傀儡政权 南山有雀 只为国民政府汪精卫精卫 神话故事里的一种鸟 北山罗 只为满洲国溥仪 清朝的皇帝 姓爱新绝罗 一朝听了金鸡叫 大海神神日已过 1945年 中国的基年 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让我们来看看 这段黑暗的中国历史 1936年 西安事变三天前 十值一 二 九运动一周年之际 西安万名大学生 反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在大街上示威游行 队伍行至坝桥时 张学良突然驾车而来 冲到东北大学学生前面 用身体挡住 藏在暗处的枪口 高声道 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 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 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 我们前进吧 我的最后一滴血 是留在抗日战场上的 他向学生们 保证代表大家向蒋介石请愿 三天之内 以事实来答复大家的要求 后来三天里 张学良以最大的诚意 多次向蒋介石劝告 哭箭 蒋介石的回答 却无比坚定 说到你现在 就是用枪把我打死 我的搅弓政策 也不能改变 气氛十分紧张 张学良和杨虎成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知道 日本吞并中华之心 已经昭然若揭 中华民族已处于 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12月12日 张学良和杨虎成 已就民族于 威王的赤城肝胆 扣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 消息一经传出 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 纷纷表态 12天后 共产党和国民党 达成了六项协议 忠心议题 就是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后不久 对中国虎视单单许久的邻邦 续出声的日本国 舍弃了之前循序渐进的占领 于1937年7月7日 农历5月29 所谓的12月中 即6月的前一天 在卢沟桥上 打响了全面侵华的枪声 它激起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令蒋介石也不得不正式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皆应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日之战 遂全面拉开 自此之后 中国与日本 这两个原本一一带水的国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保持着一种气不合的状态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鸟无足 山有岳 及岛的岛国 给中国带来的过于深重的灾难 打算速战速决的日军 发现自己陷入了中国的战争泥潭而无法 自拔之后 便以更疯狂的态度 残害占领区的百姓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解除军纪三天的大屠杀 断壁残垣间充斥的死亡气息 荒凉死寂的街道上百姓惨不忍睹的死状 如此的场景 不仅存在于令世界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中 也存在于日军占领几乎每一座城市的过程中 整个中国陷入了推背图所言的人都哭得悲惨当中 如此伤痛之中 中华民族中却仍然有人退却了 殷汝庚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供自治政府 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梁洪志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为新政府 选择妥协者沦位了 日本的傀儡 其中最令国人刻骨铭心的 莫过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以及918事变后溥仪 在东北建立的韦满洲国 正暗合了推背图中 南山有雀 精卫喂鸟 暗指汪精卫 北有罗 暗指爱新觉罗的预言 在这场对抗侵略的战争中 绝大多数国人选择的是奋起抗争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 与敌人做了殊死搏斗 在正面战场上 国民党军队用铁血铸造了一道长城 但是卫国之路是艰难而残酷的 正面战场上一再失利 并许多男儿流下了泪水 正当此时 石家庄突然传来了 八路军在平行关大捷的好消息 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胜仗 石家庄群众高兴得跟过节一样 放起了鞭炮 一时间国民党也大受鼓舞 而这支八路军 其实在开始时 不过千余人 他们逆着所有撤退部队的路线而行 有持刀枪的 持棍棒的 甚至拿着石头的 不管拿着什么 总之见到日本兵 就打就战斗 凭借这股精神 他们坚敌一千多人 自身也有六百多人 牺牲了性命 但从此以后 这支八路军的队伍越发壮大 而由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 也成了有名之士 两军建立了诸多敌后 抗日根据地 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即便力量再强大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牺牲 中国还是需要世界的帮助 1943年2月18日 宋美龄走向了美国 村众两院演说 我们不要忘记 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 中国孤立无援 抵抗日本军阀的肆虐狂暴 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 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 为全人类建设 亦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 使其不能再作战 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自从日本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并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血腥荼毒之后 日军的暴行已经人神共愤 1941年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 激起了美国及国际社会的愤怒 中国军民牵制了日军的主力 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来说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时 反法西斯同盟的其他国家 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 带来了有力的影响 1945年8月初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 长期两地爆炸 并已经在华无力的日本不得不低头 8月15日 日本天皇御人以广播中战诏书的形式 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一场持续了整整八年的战争 终于以日本的战败落下了帷幕 这一年 是农历极有年 即今今年 正好与李淳峰和袁天刚一朝听的金鸡叫 大海神神日已过吻合 消息传到重庆 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整个中国终于松了 一口气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由衷地感叹 假如没有中国 假如中国被打垮了 是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 将可以调到其他地方作战 然 而 中国为此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从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血腥浪潮 至二战开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打响 再到1945年 一切战争的掩齐息鼓 中国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进入全面反攻 每时每刻都溢满了国人的血和泪 但是不久之后 随着国共和谈的失败 中国的内战也开始了 以上就是推背图第39项的解读的内容 以上就是本期关于推背图的视频内容 由于有关推背图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分好几期来完成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按赞分享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